早在2012年2月5日,2012回繞盼望第104篇信息裡面, 由華牧師按著Webwatch所預測,警告在接下來的日子, 太陽疾病問題將會日趨嚴重。 其中,太陽的粒子波頻將會突然之間對人類產生影響, 導致人類出現短暫失憶,忘記怎樣走路, 或者是不懂得怎樣蹲下,就算蹲下也不懂得怎樣站起來。 甚至,Webwatch 進心警告,對於各種交通工具的操控員, 亦都有可能出現有數分鐘的失憶, 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又或者忘記應該怎樣駕駛。 而這種突如其來的太陽疾病影響, 卻只會慢慢消失,還可以維持一段較長時間, 因而引致更多車輛失事和飛機事故。 任何牧師因而勸喻車輛駕駛者, 必須特別留意,及戴上特製的石子帽子已被防範。 近年來,嚴重交通事故頻生, 其中部分駕駛者的異常行徑更令人莫名奇妙。 2012年12月4日, 四川境內的京框高速發生15宗, 共涉及57輛車的連環車禍, 造成該段道路中斷, 一人死亡,六人受傷, 交警道場緊急疏散被困二百多人。 2012年12月5日, 一艘巴哈馬註冊運載汽車的貨輪, 同一艘塞浦路斯註冊貨櫃輪, 在距離陸特丹港大約一百公里的北海, 雙藏口下沉。 船上運載一千四百輛日本三菱汽車, 同貨船一併沉沒。 12月5日, 中國安徽省六安市發生在一百零五國道, 六安城南鎮路的客貨相撞事故, 一輛客車, 同一輛拉煤的重型貨車迎面相撞, 造成五人不幸遇難, 十六人受傷。 2012年12月9日, 台灣新竹縣一輛中型巴士掉落山谷, 至少十三人死亡, 兩人失蹤, 八人受傷。 12月14日上午, 濟廣高速孔村校殖交界處, 發生交通事故, 二十八輛汽車追尾傷撞, 事故造成九人死亡, 69人受傷。 12月15日, 尼日利亞, 一架海軍直升機墜毀, 六人離難, 包括中部卡杜納州州長。 12月17日, 哥倫比亞發生重大車禍, 一輛巴士, 在哥倫比亞中部昆迪納馬卡省, 格拉納達市附近, 突然失去控制翻車, 造成至少二十六人死亡, 十四人受傷。 12月20日, 四川省達州市達縣發生車禍。 一輛大客車追入超過百米的深崖, 當時車上再有三十二人, 初步核實可能有四人死亡。 12月21日, 台灣中山麻豆戰被導路斷, 一台綠色連結車, 失控撞到對向車輛, 結果造成一連串的意外。 多部車輛被波及, 至少有十二台車遭殃, 還有五個人重傷。 12月23日, 中國安徽六安發生十三車連環相撞事故。 事故也造成一架車輛, 撞擊向一輛貨車後爆炸起火。 2013年1月1日, 一輛載有四十名南韓遊客的觀光巴士, 洗經美國俄立江州一條死亡通道之稱的公路的時候, 失控滾下三十米山坡, 造成至少九名乘客死亡, 26人受傷。 1月8日, 西班牙北部, 一條高速公路AP2, 發生至少有二十兩車連環相撞事故, 造成一人死亡, 27人受傷。 AP2高速公路巴塞隆立方向部分路段, 交通暫時中斷。 1月10日, 瑞士北部一個火車站, 發生在客火車相撞事故, 撞火車事故造成至少三十人受傷。 1月10日, 美國海軍第五艦隊, 一艘核潛艇, 在波斯灣和一艘船隻相撞。 核潛艇的潛望鏡損壞, 事件極罕見。 1月12日, 俄羅斯一輛載煤的貨運列車, 在伊爾赴茨克地區出軌。 隨後, 一輛行進中的火車頭, 與它相撞。 火車頭內司機及其助手兩人死亡, 貨運列車有22折車廂出軌, 事故對致路軌損壞達100多米。 1月15日, 新疆連華撞車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11輛車受損。 1月21日, 美國俄開俄州, 發生至少4次交通意外, 多車連環相撞, 至少85輛車位及一人死亡。 其中, 曼斯菲爾德外的周制公路, 有4輛拖車和20輛轎車, 連環相撞。 而發生在米德爾頓和門羅間的交通事故, 造成50輛車損壞。 部分人受輕傷。 1月29日, 一輛轎車在公路上失控, 結果引發多車傷撞事故, 場面十分混亂。 1月29日, 一輛水泥車行經台灣基隆市培德路的時候, 車輛失控, 先追撞前方正等紅綠燈的小貨車及機車, 之後水泥車直接撞進早餐店才停下來。 1月31日, 屯門公路發生致命交通意外, 一輛泥頭車突然失控, 衝向路中工地, 數位60個水馬, 再衝入工地泥坑裏面, 自己吐血昏迷被困, 由消防救出宋縣不治。 1月31日, 深圳地鐵蛇口線, 連續發生多宗列車故障, 4日之內載有列車故障, 期間有駕駛員多次急殺, 有乘客跌倒受傷。 2月1日, 美國兩個州份因冰雪天氣引發連環撞車。 由於冰雪天氣導致雪盲現象以及道路失滑, 1月31日, 美國兩個州的高速公路接連發生連環撞車事故。 在密歇根州迪特律市近30輛車連環相撞, 造成至少3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當天, 印第安那州也發生一起40多輛車的連環相撞事故, 造成10人受傷。 2月1日, 一位的士司機竟然烏龍般兜錯路, 逆線行車70米之後, 突然經見形頭有車洗字的時候, 才知道擺烏龍, 芳芳樓太閃避, 猛撼迷車。 2月2日, 一名烏龍雙層九巴司機, 不用入一條窄路, 在轉彎的時候, 更加因為空間不夠而卡住, 被困元朗街頭, 需要警員到場拯救。 2月4日, 內地正直春運, 但是多個省市出現嚴重雨雪天氣, 導致各地民工回家道路嚴重受阻。 其中, 山西省運城市民門高速公路, 前晚, 因雨雪天氣導致路面濕滑, 引發80多輛車連環傷臟, 造成最少5人死亡, 30人受傷。 2月18日, 新加坡國際學校一輛滿載24名學童的校巴, 洗經堅拿到西天橋的時候, 校巴失控, 狂陷分岔石膊鐵欄, 車身如開罐頭一樣被削開, 校巴上學童, 客致心膽紀裂。 2月20日, 江蘇無石發生19車連環撞車事故, 一輛白色轎車發生意外, 還在路中, 相繼發生碰撞。 整條閘道, 瞬間堆滿了出事的車輛。 2月22日, 美國俄克拉航馬城消防部門, 一架醫學直升機聚毀, 讓城兩舍一箱, 美國中西部正遭暴風雪吹襲, 未知是否導致直升機聚毀。 2月23日, 澳洲布里斯本, 發生四車連環傷狀事故。 兆士巴士, 事發駛至墨爾本街的時候, 失控狀向三輛私家車, 再撞入一間印度餐廳, 意外造成至少九人受傷。 所以, WebWatt所預告, 日出嚴重的太陽疾病問題, 正是持續應驗。 所有車輛駕駛者, 必須特別留意, 及戴上特製的石紙帽子, 加以警惕防範。 緊張的太陽疾病問題, 時間的確保能力, 已行者ة十分歧衡, 搜封水中, 在已最有限在這裡, 好久保存在這裡。 更久保存在這裡,